你是否曾经仰望星空,看着那明亮的月亮和闪闪发光的星星,不禁好奇这些天体和我们的地球有什么关联呢? 让我们一起探索地球的卫星吧! 大家好,我是矿工熊。 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,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。 让我们每次花三分钟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! 首先,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地球的卫星。 卫星其实就是只绕着行星运行的天体,而最为人所知的当属于我们的月球。 月球是地球最大的卫星,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,还对地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例如隐朝力和环境保护等。 除了月球,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造卫星也在绕着地球运行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卫星通信。 这些卫星位于地球轨道上,可以接收和发送信号,让我们在任何时间,任何地点,都能够连接到全球范围内的通讯网络。 不仅如此,卫星影像也是现代科技的重要应用之一。 这些影像可以帮助我们,更好地了解地球上的各种自然和人为现象,例如气候变化,自然灾害和城市发展等。 那么,你知道吗? 其实除了月球和人造卫星,还有许多其他的自然卫星,存在于我们的太空中。 例如小行星,流星体等等,这些天体对于我们研究宇宙,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也有很大的帮助。 总的来说,地球的卫星不仅有着美丽的外表,更是现代科技的重要应用之一。 它们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地球,和探索宇宙的奥秘。 你对星际的未来又有什么憧憬呢?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